艺人因为工作缘故 得长时间在头发做造型 医生强调这对于头皮毛囊的伤害可不小 像是资神艺人艾伟 就因此深受秃头困扰十多年 如果发现有毛囊炎 哪怕是只有一两颗 那要立刻就医 再来就是治疗之后 要寻求原因的根除 高温高湿跟上免疫力降低 如果你没办法避免 那就要洗头 每天都要洗头 除了让毛囊避免长期处在高温高湿环境 还要尽量少熬夜 万一真的产生严重落法秃头 寻求医生的执法协助 目前执法技术很多 也得事先把功课给做好 传统的手术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切头皮 它的最主要是它的伤疤很长 现在的手术就是伤口很小 它属于围状的 所以休息的时间会缩短 它的良力跟精确力也很高 存活力也相对提高 艺人艾伟就是接受机器人执法 在头顶植入6000株毛囊 重拾自信 不过医生也提醒了 术后让头皮多休息 未来也要做好保养工作 才是持久的关键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